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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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就請教師 是新大學型管理系的林子倫教授 來跟我們警戒一下開放空間這樣子的會議模式 他是一定要怎麼樣的操作 我們開熱情林子倫老師 謝謝 各位夥伴來找 剛剛部長還有校長還有幾位 剛剛都有跟做一些介紹 所以今天非常高興 其實剛剛聽了其實滿感動的 就是說大家今天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坐在這裡拿共同來討論 跟大家關心的 不管你是長期就住在這裡 或是過去就生長在這裡 或是後來外來已經在這裡 那我今天因為我的時間沒有 先大家看我只有四五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後續 如果等一下利用一些空前的時間 我們可以再做一些簡單的聊天 那我今天主要是花一些很短的時間 跟大家來做這樣的一個介紹 那這一次主要其實在像部長剛剛提到 是在研考會的一個支持下 我們開始在試驗 就是說在台灣可以在一些 很多狀況的公共證治或公共事務的決策的時候 只要把一般公民意見納進來 我們過去可能只有民意調查或是大家投票 那我想大家對這一些類型的 傳統的參與可能覺得有限制或覺得夠 一般你可能覺得那民意調可能不是代表你的真正聲音 或是說那民意調只呈現某些部分的意見 很多可能比較深度的討論或會比較有細緻的東西 可能在那樣的一個層次被發展出來 我們看下一篇 所以基本上在西方的民主的發展裡面 其實有跟台灣類似的一個狀況 一個類似的情況 也就是說過去他們發覺只有這樣傳統的 這項一些投票公民投票 甚至最直接的這樣的公民投票 他們都不接著是代表一個很好的民主的形式 所以他們後來慢慢發展了 不管在歐洲或美國 他們發展出在80年代跟90年代一種 叫做審議式民主 有人把它叫做商議式民主 類似這樣的一個翻譯 他們在這裡面其實主要是有很多類似不同的討論模式 他們發展出很多討論理由 像我們今天跟各位在今天做了一天的討論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開放空間 英文叫open space 就直接的翻譯 open space 這個東西在西方 特別是在美國 他們已經發展了大概有十多年的歷史 他們從社區的議題 甚至很多政府的部門 後來慢慢也是叫做企業 就開始來做一些比較開放 從他們的名字來看 所以今天各位看起來好像很有結構 可是其實它比起其他的審議的討論 其實它又更開放一些 剛剛主持人剛剛已經提到 我們今天除了這個大標題 是我們大家那個大範圍之位 其他裡面的這個細緻 是經由各位自己來的 不像很多套路的各位 可能貼一把意思給各位 我們今天就要談什麼 可能它限縮了大家的想像空間 或是說我大家覺得 我在這之下其實我有其他想法 那我們今天只是說 我們今天有這個主題 大家就在這個大範圍之下 各位可以自己來決定 所以等一下我想透過主持人的一些安排 我們來做一些 所以我很簡短的跟各位來談一下 這開放空間是什麼 然後我簡單的提一下 我目前可能在進行的狀況 我簡單的提一下 這個我剛剛已經提過 就是我們家民主的參與 我們希望說在所有受到這個決策的影響的人 他們都能在一個平等的一個情況下 或是一個開放 比較沒有限制的環境下可以做討論 而這裡面其實主要特別是議題的選擇 就在這裡面一般的公民沒有這樣子的空間 我覺得對社區來講這個議題更重要 因為想要我們談這個國家的事 中壓和現實 可能還是覺得蠻遠的 可能不見得直接對你影響到 可是今天這樣的議題 但誰也需要什麼樣的議題文化 他其實非常切身的 各位很多就是長期的生活在這裡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非常切身 所以我們現在 這次主要的一個目的 其實在接下來我們在 上禮拜 應該是上個月 我們還有半夜場在捷運周邊 這個交通跟他怎麼做推劃 各位可能有看到DM 目前也在開始做招募 所以我們現在在淡水 目前在市區大學 還有土地國務館 還有大廂建築區 黃耐旺老師 還有幾位這個 幾個天野調查研究室 在社區相當多的社區團體 一起協助 我們一起來思考淡水的不同的議題 去年也辦過一場公務會 所以我們希望說 針對這樣的議題來開始做一些討論 簡單的這裡面我剛剛已經帶過了 就是我們目前的選舉機制 其實是太有限制 另外一個是 我們在目前的討論的 或是在民主的運作之下 常常受到很多特定的利益團體的影響 不管在立法院 剛剛這個聽到有個位是 是怎麼樣 這個就很清楚 在立法院或是我們其他很多行政部 可能受到蠻大的一些特定利益團體的影響 所以很多民眾或是一些特別的意見 可能不見得容易反映在真正的政策當中 另外一個是特別是在支持這裡面 就是說大家在傳統喜歡依賴專家 不覺得這些所有東西都由專家來決定 可是事實上這裡面 專家也有專家他的限制 跟一些可能特定的角度 所以我們在西方上很多管在理論或食物上 都重新反省我們這民主的價值 到底你這個民主是不是這麼簡單的投票 或是民意料查 這樣子而已 他們需要說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民眾可以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 他們特別強調是這個討論的部分 這個discord 那我覺得這樣一個優質的公共討論 其實也是在我們過去非常興趣的 就是我們在過去大概是十多年來 那個電視的開導 大家看到很多台花性節目 可是台花性節目其實它並不是 就我們很多理論或是事物來看 它並不是一個非常優質的討論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這種 做了一些論證或是一些 一些指控 它可能並不是有確切的 應該是說充分的資訊 完整的資訊 或是說一些充分的理由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省異民主的討論裡面 我們非常強調一個就是 各位都可以自由地講出你的想法 或設法去說服別人 但是希望在這背後有一些理由 就是你可以試著去說服別人 所以我們在這樣一個討論的形式裡面 你可以講出你的想法 但是背後搭配一些理由 那如果各位在這邊聽到別人 有不同的意見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別人提出來的這些理由 跟你自己有什麼相關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面 你可以試著用所謂的反思 別人的這些想法 它背後的理由跟我們自己的想法 有什麼不一樣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談所謂的神意 豐富神意 就希望在這裡面比過去 我們只這樣聽 或是提出一些想法之外 能開始做很仔細的聆聽 清聽給人的一些想法 然後回饋反省自己的一些想法 這是我們現在在談所謂公共審議的一個最大部分 這也是我們在想說 那我們今天開這種會 跟一般的討論會的談話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希望今天的談話 不是在這樣子大家一直提出意見而已 我們自己有一些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後面寫得很辛苦 幾分鐘之內做一些什麼 希望說這裡面 希望通過這樣一個簡單過程 大家也去反省一下 自己提出來過去 是不是可以被挑戰的 是不是可以被修正的 是不是可以跟別人 其實我們有共同的 我們不一定有那麼大的一個衝突 比如說像台灣這幾年談這個 所謂核四的議題 大家講說這個吵得很兇 可是你看 贊成的核四跟反對的核四人 他們可能真的都那麼大 完全沒有共同的空間 我們從很多的這個討論上 我們發覺其實他們所謂永和的人 他們也是希望要電 對不對 反核的人他們也是要電 只是說他可能不喜歡這個形式的電 所以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在哪裡 他們都覺得台灣可能他們都要電 你可以抓到一個共同點 那可以在這個需要電的這個基礎上 大家來找一些方案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好像看似衝突的 這些不同意見 其實不見得都是衝突的 大家可以在這樣的一個討論的一個基礎上 試著去找出共同點 那當然也在這裡面希望說 你能瞭解對方的差異 其實我們在很多的討論 我們發覺很欠缺的 其實你都沒有聽別人在講什麼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聽懂別人 他真正要改答意思 那你就做判斷 你就是這樣 你就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在很多討論過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在這樣的這些設計之下 這些比較結構性的設計之下 我們發覺理性的討論 或是優質的這種討論是可能的 而且事實上他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結構 下一段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說希望透過這個開放空間 他的這樣的一個討論其實開放會很特別 這也是我們在這次給導科的支持之下 我們來做一個試驗 我們希望說 因為他在國外他的討論小字可以五個人 他就可以開始 大字可以一千人 你可以想一下 其實台灣很少可以開這種一千人的會議 那知道人家一千人的會議是怎麼開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從社區的一個角度來開始來做 希望說 從那十多人開始來做 比較社區型 大家可以做一些比較深度的討論 因為傳統的很多說明會 或什麼的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些人都非常有限制 在建立師的rance是我們說多大廠 雜邦 tung咱們這些人最有限制的